掀開模型屋的平面屋頂 內部設計了細緻的共享壁 可以容納這座建築物所需要的管線和設備 兩層樓的規劃可供小家庭居住 也有親友聚會的辦戶外公共空間 以太陽能板打造的漂亮斜屋頂 兼具節能美觀和創新 我們面對了氣候的變遷 我們面對了這個人口的過剩 我們面對的是這個人跟人之間的社會的疏離 那我們希望透過我們的One House for All 去達到一個創新的改變 歐洲杯始向全能綠建築競賽門檻相當高 堪稱建築界的奧林匹克競賽 2014年交通大學蘭花屋團隊就曾參賽 並擁奪四大獎 而這次競賽是陽明交通大學和校後首次出擊 同學其實是利用課餘的時間 它並不是一個強制性的一個學程裡面的安排 所以這樣的一個自發性的 對於自己環境的關切 然後融化為自己的教學研究的內容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典範 我們的TDIS的這個跨領域設計中 就一直在發展白色設計 也就是什麼樣才是舒服的 對的又省能的 又是可以面對循環經濟的這個狀態 來做出一個體驗 陽明交通大學跨領域設計科學研究中心 師生團隊以作品交錯闖入歐洲杯十項 全能綠建築競賽 需要在一年半的時間內完成一比一的圓形屋 並在十天內的競賽現場完成建造 才開始一系列的十項評分難度相當高 新桃人雅海電視林秋霞台灣新竹採訪報導 給我們畫面